木制调设计明亮风格 距离小巨蛋结并站一楼房 但等等仔细看分成上下铺两张床 而且还不止一个房间 加了一张单人床 就是另外的五人房和三人房 四间房陆续有房客进驻 只有一间全空 房东推出共生公寓 提供共用的冰箱厨房洗衣机烘干机 标榜短期两个月也新 但限定家当最多只能带两个行李箱 虽然想要像大学生一样 永保年轻 可是看到这个床铺上下两层 好像大学宿舍一样 一个月一个床位还要六千块 你真的会租吗 还不止小巨蛋共生公寓 土城捷运站附近也有公寓 上下铺说能容纳三人 不会 我还是想要有自己的空间 不会啊 因为没有个人的空间 所以我应该不会 除非是很熟的人 然后至于断期刻意 剩下五应该不会 如果那不是自己认识的人 或跟别人合住的话 会不会有自己心理的问题啊 或者是隐私问题 都会被曝光在外面 隐私考量多数宁可多加点租个人套房 只能感叹租金飙涨下六千块 竟然只能租一张床铺 而且为了要解决租屋 黑市问题目前民间已有声音 喊出要立委修法 将租金实价登陆 并应该增设检举奖金制 当然最大的好处就是 让租客在找屋的过程当中 有更多的参考依据 不过这也代表着房东要开始缴税了 绝大部分的房东呢 会想要把这增加的成本呢 转嫁给租客身上 租屋市场透明 租客也能更了解市场行情 但最大的问题 还是要让房客负担得起租金 东森财经新闻中午军流营 在台湖岛 这间关在高雄四维四路 爱河畔的中国豪宅 最近社区的大门上方 高挂着红布条 内容写着狂客 邻居乔迁 让经过的人看得很惊讶 询问社区是其中一户 六十多岁的男屋主 把房子以三千三百多万的价格 卖出屋主要搬走 社区也挂出红布条公告 一块是谁贴的我就不知道 应该就是他上下左右的人吧 这真的是好事 邻居口中六十多岁的男屋主 是独自一人居住 十多年来他和邻居 以及广委会多次发生争执 他撕掉社区公告 被广委会控告毁损 广委会撕掉他贴的东西 他控告广委会偷窃 而社区没有准时开出户大会 管委会也被他控告背信 根据派出所的报案记录 这个社区上半年的提告案 包括了背信窃盗毁损 妨害名誉恐吓案 总共有实践 由于常有诉讼的问题 所以邻居也都低调 不愿多谈 而这中国豪宅社区住的人还包括了市长 陈琦麦的父亲陈哲南 不过大坪数的房子非市场主流 出售的房子将近90坪 瘦出3300多万的价格 市场上来说算是不错的价钱 对邻居来说也是立项的结局 东森新闻的高雄综合报道 最近位在屏东狮子乡的饭店 位在通往墾丁的道路上 居高临下面对无边际的海洋和蓝天 有着无比开阔的视野 但是在高温的天气下太阳直射室内的温度可不低 就有顾客抱怨说入住饭店房间 空调怎么按就是26度 根本无法再调低 花7000元来住宿度假 却被热到一肚子火 跟柜台反映房间太热 柜台人员说温度就是这样 顶多再加给电风扇 让顾客无法接受 而饭店则拿出测温枪 房间的出风口温度约18度 整个房间的温度则在26度左右 饭店解释因为建筑物会西晒 即使中央空调开到10度以下 顾客在下午3点入住的温度 还是会在26度左右 黄昏时就会降温 在西晒啦OK 好那我们这也是装脸 还有杀脸 杀脸 因为这里西晒 比方说我们还加做杀脸的东西 其实我们有三层可以保护 一层两层三层 一层两层 所以它是关下来温度就马上就降下来 里面会不会觉得温度不够冷 不会呢 还会觉得太冷 不冷啊 不啦 你房间冷气有把它降下来吗 有啊 会觉得很冷吗 有啊 由于抱怨的顾客 无法接受26度的室温 饭店感到抱歉 也推回7000元的住宿费用 让顾客另外找住宿的地点 东森新闻 于家雄在屏东报道 对着窗户喷上泡沫水 再贴上隔热纸 炎炎夏日 太阳晒进来 真的很热 除了挂上窗帘 许多人家里的窗户 也会贴上隔热纸 降降温 但到底哪一种最有效 现在时间是下午3点19分 外头的温度是33度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到一间有装窗帘的房间里面 看看室温是几度 因为窗帘会遮蔽外头的阳光 所以有冷气上面显示的温度 您可以看到是28度 也就是说和外头差了5度 没开冷气等15分钟 这间是有窗帘遮挡的西晒房 在同个房间以下午3点多 这范围时间下去实测 请师傅换上隔热纸 再来看看结果 经过我们实测贴上隔热纸的窗户后 在房间的室温 冷气上面显示的温度 大约同样是落在28度 两者落差不大 但主要也要看是不是西晒屋 而现在市面上还有这种液态的隔热纸 主打高透光抹上可以让房间降4到6度 不过以相同情况下去实测 室内的温度变成29度 略上升了一些 专家就解析隔热纸的颜色深浅 其实也会影响隔热程度 隔热纸它只要深 你就会觉得光比较透不进来 所以我们感受到的热源就会比较少 窗帘也可以隔热 所以基本上你有双重的保护 热源就进不再来了 想隔热降温 专家建议可以窗帘加隔热纸两个都装 特别是北市环保局 今年也有隔热膜的补助 一彩250元 每户上限3万 以这扇19彩的落地窗为例 就可以补助4750块 全台高温炎热 民众贴窗户隔热纸需求大增 和去年同期相比 隔热纸的业者 今年业绩也大涨2到3成 当公司新闻温彦温尔连 在清北市采访报导 车子动车路库 开到一半底盘撞到地板 正面开进车库内同样情况 卡住 车库地面要增高 一增增太高 车子开上斜坡后 就会卡住 变成车子只能进入一半 黄小姐花450万 买来的中古屋 返修问题一堆 窗户打不开 管线外漏 防水城没做好 插座是歪的 黄小姐指控 统包拿了百万元 整修房子变成二稿房屋 我们原本就是从这里拉线过来 这里要有一个开关的电灯 如果从这里原本的线 打一个洞 过来自己拉一个线 也让我一次就要拍到两个灯 工就是要上课 因为这边都是纸的 结果还可以把我做出这样子 然后我会去 让你的工程 柱子什么很多都是歪的 黄小姐老屋翻修 数好花130万 可以把老屋变美屋 他指控先给40万元 一年内没有进度 只拆了马桶跟门窗 后来同胞说要再付钱 就会负责到好 黄小姐又付了32万 三年过去 从地面到墙面都没弄好 完全自知不理 打电话不接 长讯息也都不回 一年多 他都几乎没有进来做什么工 他就是一个月可能来一次 然后就给你休息 三个月四五月 所以他拿了我钱一年多 都没有做什么事情 同胞商说可以收尾 黄小姐已经不敢再相信 要求退款30万 同胞商无法接受 现在双方谈不拢 不排除走法律途径 对不公堂 东森新闻吴欣梅在家里报导 什么东森新闻吴欣贷